之前幾個版本應該是說在這個大男生 崛起之前的版本來說 余鏡附魔登場之前 李鑫應該是所有的打野都要會的一隻角色 對 這場就覺得兩等他可以殺他 他要兩等直接一面直殺Maple Snow 但Maple Snow躲在小兵群裡面 Soul Art的暗影進窟並沒有順利的交出來 反而是角的閃現以後還是被龍打跟薇跑了點燃的傷害 這邊應該插最後一下是插了一隻眼 讓TP過來嚇阻對方 Oh Stake 這個TP是救援型的TP 但還是被狩獵給噴到以後 Maple Snow利用火焰噴射器拿下了手殺 這個判斷其實真的很值得啊 這次是超危險的 哇 那來看一下這邊下路線塔爆掉 Cramus收起了圍 這邊有辦法 喔 收起了Soul Art的抱歉 這邊講錯了輔助位置以後 哇 Maple Snow過餓的傷害是直接把他給噴爆 透骨刺者沒有把Maple Snow給扯掉 圍給了一個護盾是由Maple Snow自己開的 最後還是由Cramus閃現上去的普攻順利的點掉 但血量已經很危險 Cramus知道自己走不掉回身要來換圍 最后雖然利用射擊端速往右跳到的草叢 還是被唯一的普攻給點死了 而且這邊是隆打跟阿琪都過來 這盒方的冒凱要來了 隆打只有半條血 直接綁住了Bibi 呼出巨風把冒凱往後吹 Maple Snow的大絕下得還不錯 看起來怎樣的後排先被緩住 Maple在左邊 手當其中 Bibi追著Snake拿到人頭以後再貼在Maple身上 Maple繳了一個閃線閃下的河道以後 隆打在追擊他 Soul Art跟Cramus這邊也是想辦法繼續再做拉打 冰玉虎換收回來 把阿琪給炸飛起來 那Cramus血量已經很危急了 切了全形態 一個普攻打到電子賣中 順利的命中 不回頭 哇 這個瀟灑的阿琪順利的把人頭給擊殺掉 黑暗之爭打掉的呼吸風罪 還是被Bibi給擊殺掉了 而且Kata這邊也沒有辦法造成太好的後續處理 龍打這邊是了一個零練中 不是Cramus 是Bibi 抱歉我講錯了 Bibi這邊也要來秀 Stake也是被追擊到底 龍打的猛襲 讓Bibi最後的神聖贏劍 順利的觸發了第三下的真實傷害 真的是全招和小鼓最氣 而且Kata這邊也來做事了一個盾眼 把Mable Snow給推到了塔下 被Cramus跟索拉德夾擊 索拉德彈了最後一下塔的傷害 拉開並沒有倒下 哇 這個巴龍扣是有機會的喔 加速的感覺很像 小兵只要一出來又來了 喔 上路又是一個同樣的局面 我是在看replay嗎 Bibi這邊又是直接把Stake給射爆了 雖然利用自己的飛躍隊 也回生想要換一點血 但兵通勤 沒有Stake叫了閃線 被Bibi的一個瞄準射擊 跟上了以後 迴綁應該是死硬了 純銀絲在截掉了這個禁錮的效果 Bibi再持一次人頭 Kata非常的生氣過來 一個成龍白尾 直接把BB給踢走以後 最後由索拉德彈 從左方的暗影禁錮 把這個人頭拿下來 他其實不太敢 繼續把這個人頭留給Kata 這邊也是其實摳得很漂亮 要把Ginny拿下了 Mable在這邊防守 拉破甲箭 把兵給清掉 龍塔翻牆上去想要硬打 Mable直接腳閃 Bibi是直接叫死亡動機上來硬殺 在主堡撞到前 Mable會倒下 PB順便拿下人頭 Stake這邊的血量 主堡雙打點掉了一座 MableSnow這邊回家 兩邊在搶霸龍 誰會中到呢 WAKASA把這個霸龍給中下來了 龍塔連續兩次的重擊失誤 而且Kramer已經把主堡雙打給踩掉 MableSnow剛剛的大拳已經噴掉了 Kramer這邊要直接把主堡給跳掉了 繞著這邊 是一個營火舞會的概念 跳了一整圈 主堡爆了 閃電郎一波33分鐘 接下來